我們接下來要到日本去訪問 金普聰先生也會跟著去 國中兄,你剛剛要補充什麼 我一直在期待,我也有大堂議員 金普聰這次如果還帶他去日本 回來民調的拉近 十幾兵現在的風險 你剛才撤出來,會再拖起來 怎麼說呢 因為日本的台狄 長期以來放的心情就鬱了 尤其是日本這些台狄 跟台灣的關係 因為現在中國人亂罪都在日本 他們記載不通 所以他們在美國的經驗 如果用他在美國所降臨的旋風 還去日本訪問的時候 來代表台灣跟日本一些有名的 有陶面的人記憶 你想說在那時候造成的 整個風調會很大,比美國更大 但是我們要看 美國一個一百幾個阿祖 那不是阿嬤 跟屏東一高手 一個七十幾個阿嬤 他們就是說有很大的什麼政治理念嗎 不是啦 他們在看著說 這條表帶給他們 不是帶給自己一樣 台灣女兒可以出頭天 是他們台灣幾十年 等幾台才看得到的問題 那條表他想要花一萬五公 去吃才會吃那種嗎 我想說他也不會才會去吃 他只是說 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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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擲 現在看得到啦 不過這樣啦 是 我覺得金母聰喔 要去日本去沒關係 但是他用什麼新聞去 我覺得我要質疑他 金母聰這次去美國 他是跟立法院參訪團 他跟立法院參訪團 如果金母聰可以去 為什麼我不能去 金母聰有任何黨公職身份嗎 他為什麼可以參加立法院參訪團 我覺得他這行程中 有沒有利用公家資源 有沒有花公家一毛錢 我覺得要好好追究 他要去日本去當然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 只要你簽證過去 他今天說他口誤 他喊出曾副團長 他把詹詠權當作副團長 那是事實啦 對啦 他只是講說事實 他心裡是這樣講 他把詹詠權當作副團長 但是詹詠權是拿國家資源 國家名氣的立法院副院長 結果他立法院副院長 變成他的副官 所以我剛剛說金武聰這場美國行 我覺得立法院黨團要追究 他這到底花誰的錢 有沒有亂用國家資源 另外第二個 我在想 其實整個每個人都說 經常我聽到有人說 說現在選情很冷 事實上選情不冷 蔡英文其實人氣非常的旺 他有他的特殊的那個魅力 他的魅力也許不是那種 好嗎好或者是那種很激昂 可是他的那種溫柔理性的特質 其實會吸引很多人 你看包括很多的中間選民 或者很多的婦女 他其實對這個部分 很有這個吸引力 所以你看 從小的募款可以看出來 那我就要講 其實民進黨 真的我剛剛看到那個影片 我覺得民進黨 任何參選的人 不管在此或參選的人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 真的我們 我們拿到那個政治獻金 是一塊錢要當十塊錢用 但是我們雖然不可能像 國民黨很有錢很有錢 但是每一分都是人家辛苦 賺來給你的 所以真的這是很大的期待 那我現在要講 那個一萬塊的便當 你看有多少人 真的是為了吃那一萬塊的便當 當然不是 沒有這樣 但是你知道國民黨現在也有壓力 國民黨現在壓力大到什麼 他看到這個民進黨小的募款 雖然少 累積的 雖然那個錢數沒有辦法一下子很多 但是人數很多 你知道嗎 現在也有人 以前用政治現金買BMWX5的人 說現在也要辦募款商會 這個實在是不簡單 所以我說民進黨光用小額捐款 逼到國民黨 會獻出原形 不過我跟你講 官籍 官籍 還去投你的票 還是投民進黨的票 那是一種驕傲 對 他會有一種參與台灣 進步力量的驕傲感 參與感 不好意思 你如果是同拿錢 還去投票 那其實是不好意思這樣說的 對 那是一種建設 他其實對內心是很過意不去 你知道嗎 對 兩者差別是很大 來 不好意思 來 這個卡拉伯文在說 說選舉最領 小英雄選舉最領 你看這條LOA的招式場合 三十幾年 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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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領是新小島園的團 不可以最領 我們民進黨去 很多的鄉親來支持 又跟我們不同 你叫國民黨公布 他去防媒這團 我沒辦法錢回來了 反正又沒有錢 又請人吃飯 這我不知道 這話說 如果有一個公司 如果有一個公司 我們去 跟一些智庫的人 去見面 裡面當然大家 如果是軍生性 這些人跟蔡英雄都很熟 有的人說到金普聰 Mr.金 政府今天來 大家就風堂大笑 所以美國人都知道 這是選舉 所以包括國民以來 他就說 沒有 我看到兩團 我就看到一團而已 就是蔡主席這團 是我們台灣的代表團 代表好選人 為什麼他們要風堂大笑 他們覺得好笑 因為 覺得台灣的選舉文化 他們都知道選舉發招 所以我回頭回來說 我們看遠見民調 遠見民調裡面 當時 風雨說是一個重點 表態率 如果七聲 出門又輸 表態率要八聲 出門比較贏 所以這次為什麼 我們想說這次的選舉 如果台灣人 如果這次選舉 沒有角色 沒有真真正的 說出來投票 像我們海外 這裡很多台灣東鄉 這麼拚生命 一百零三歲 阿嬤就要回來投票 是 我們這次如果台灣人 又沒有投票 反正就沒有投總統的機會 是 我們說這個 所謂的選舉 這個民調 我們說五五波 一直長久都是五五波 而且 創英文 大部分都小書 這次說 這個民調開始出來的時候 蔡英文開始小贏 我的解讀是認為說 蔡英文找到一個突破口 這個突破口 也慢慢被選民開始在接受 所以才會有這個 凱希武出現 他開始小贏的這個翻轉 基本上看持續有沒有 越來越多的選民 認同 逃到博恩公的 他說蔡英文他有 他特殊的一種風格 這個風格 我覺得這次訪美回來 獲得肯定的時候 這個再繼續走下去 對他應該是一個利益 我讓台灣的百姓看個事 我記得蔡英文跟他講過 說這邊孫總統 他可能要募四到五億的資金 當然 開路多少我不知道 民眾的募多少我不知道 今天一週間報道這樣 說趙紹康先生去買總廣 還有四億還沒付 說現在沒錢了 沒錢 他說他想把總廣賣掉 我說人家四億還沒付 就告你選總統了 你再用到二十九億 所以 不好意思 我又問 當初是怎麼買賣 是 為什麼四億可以勉付 他賣幾年了 為什麼四億勉付 就成功不完成 為什麼現在還可以再賣 還請教特殊組 好嗎 會奇怪 三重案現在是辦到哪裡 沒有錯 民進黨都有去特殤署檢查 也去檢查年 大概類似這些案件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段落 然後去詢問 還要再查案中 甚至我看有一個簽證 像現在一週好像踢爆 還要查四億 這過期不知道怎麼買 台上台下 然後這個官司還沒了 他要跟蔡政賢這方面 也有中營的部分 中廣的部分 還有呢 中廣的部分是公有地 這個部分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清查 佔有這個國有地 然後變成他的一個黨籍 安委員 這是真的一樁買賣嗎 買賣可以不繳錢的 我覺得這不是賣賣 這是要怎麼思想說 或是怎麼樣 那個內幕是黑幕重重 我覺得特殤組還是要趕快 查個清楚 說個明白 是 特殤組套查 特殤組的兩個月前 第一次跟謝志偉 檢基人 跟他約旋而已 為何後面我們沒有差 是 鳳姨 這個案子你問我就最清楚了 我因為這個案子給總統告 你不記得 那當時趙朝康說不完了 有沒有 你不知道你問說 現在中廣到這是誰的 是 因為這樣總統給我告 這個案子很有趣 趙朝康那當時 拿兩頁出來買 一個說他自己的 另外一個他跟朋友找的 對 但是中廣是沒10頁 一生拿兩頁進去中廣 還沒有變成董事長 開始把中廣的員工 老員工 開除掉了 開除掉了 這個官司現在還在告 未來還付4億 現在說最未來4億 他付不出來 說想賣掉了 其實 我相信了解廣播的朋友都說 中廣有幾張全國網的執照 現在全國網的執照 你是錢買不到 你只剩下賣一張 直接就沒有4億了 你覺得趙朝康先生不知道嗎 國民黨不知道嗎 都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我是不曉得他們葫蘆裡面 在賣什麼藥 但是我說中廣的幾張 全國網的執照 單價絕對超過10億以上 這樣 絕對超過的 特徵族你說什麼 特徵族 那不去吧 不要說特徵族 我們大家集資來餵 果然比照這樣 兩位加賣就好 我看都買賣這麼久了 有錢這麼好看 用交錢 這樣幾年了 幾年好想問 四年 用交完錢可以當董事長 對 這種董事長很好當 對